災后第十一天 大林慈激医院在嘉义东时 十个据点开设议诊 由医师 药师 护理师与志工组成 会饱受多日水患之苦的乡亲 提供紧急时的医疗服务 这个水灾 这个清晰 还会录头皮 录发皮就对了 大部分还是皮肤病 跟一些伤口比较多 因为在水里面泡比较久 或是整体家园 多少会有一些伤口的造成 那加加上这边慢性病会比较多 所以那个伤口愈合的程度 会比较差一点 中州里的居民大多是老人家 平时就靠邻里之间互相照顾 88岁独居的王立领阿嬤 在水灾当晚跌倒 听到有疫症 邻居赶紧找轮椅送她过来 她有糖尿病 那又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家 所以那个伤口上 邻居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邻居也可以用轮椅推她过来 然后也知道说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这边人情味是一个很重的地方 一样是独居的王阿嬤 连日来整理家园 身心俱疲 头晕的她在一失一诊之后 此季之工赶紧为她抒压按摩 缓解不舒服 也聆听她内心的苦 天灾无情 人间有爱 一诊 一病也一心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达爱新闻 谢金融 林欣宏 李明峰 嘉义报道